那今年今年大陸還有沒有拿哪些值得 就是你你會特別關注的電影 我還真不知道耶 因為他們現在有幾部電影都在搶那個嘎那 就砍成了 砍成的名額 但是現在的局勢並不好 是因為你也知道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 他是想盡辦法在 把大陸這個做各種的那個圍攻 所以他們認可的導演會很少數 那個而且通常這些導演都是可能很多是 有一些有有 電影未必經過正常審查 或者是地下電影 或者是故意選的一些題材 比如拍那個 黃世代跟雨傘運動的時候的紀錄片這些都會被 老觀眾的藝術電影 那你這樣子你的產業就沒辦法成長 因為你不受國際社會的關注嘛 那我一直覺得西方的電影節 長期因為我去太多 可能是全華人裡面去世界電影節當評委最多的一個人 我真的是幾大洲都跑過 然後看過我覺得他們對 中華文化本來就有一定的那個看法偏見 然後要扭轉不是很容易 這一定是要深耕慢慢去 去改變人家的 然後呢然後他們的敵意怎麼樣去除 我們你看我們以前去紐約營展 我們那一年去童年往事 成龍成龍去一個警察故事 結果整個20部電影放映 只有這兩場賣不掉 沒有人看其他都爆滿 你知道一直到我們悲情城市拿了金獅獎 再去再去那個再去那個紐約電影節 哇我們就全部收到 那個時候人家那個時候才肯定 所以他們其實長期對於亞洲跟亞洲文化 他有一定的偏見 那他就認為他可能會有選擇性的 那個把你怎麼樣 represent 到國際社會裡頭去 那那中間有一些代理人 有一些有一些這個這個中間的這個選片的一些人 那他們用什麼樣的立場去選 有的時候你也就是他變成一個這個開關 你知道那有的時候這個 我覺得並不是很很容易突破 就我以前去電影節的時候 我身上永遠帶滿了各種宣傳品 我要碰到這個電影節這個你看一看 那個我看一看我是一個個人宣傳機器 你知道到處就這樣做 才把台灣電影還有部分大陸電影打出去 那但是你這個要有一種細緻 就是你要知道人是介紹哪一個人重要 哪一個人是哪個電影節的代表人 你要看得到認識他 人就跟他有交情 不然你介紹塞他一個東西他怎麼會一樣 對不對 他要信任你 這些就是要差不多我在電影節累積了20年 才能做到那些 那時候後來我到最後我就覺得哇 就是變成我只要跟人家講說這個電影很好 大部分人都會邀請 那那個權力也有點太大 但是我覺得就是可是至少我是我自己個人是一個很開放的 一個一個態度那你萬一那個人是比較有立場的話就比較就比較糟糕 大概是這樣 好在我們現場的是教學雄品 你剛剛你剛剛最後談的這一段他其實碰觸到就是 歐美歐美體系以外這些第一他們所認知的第三世界國家的電影表表達 對要如何能夠登上大雅之堂的時候呢 都要經過他的政治正確的篩選 是的 就是你往往不知道他為什麼他為什麼挑你這部片 明明另外那部片可能拍得更好 但是政治正確很重要 對 那當你不能夠滿足他的政治正確 符合他的價值觀的期待 而且他覺得他被flattered 那你大概就不太會有出頭的機會 對 所以有的時候呢 對於自己的片子 自己的自己的電影工業在崛起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受到西方價值體系的認可 不要把他想的這麼的嚴重 對 就是先好好的拍好自己的片子 想得好 對 表達自己的感情 那個政治正確是很可怕的 你一旦進去了吃了那個藥之後呢 你就很難在在在 你會為他們拍電影 沒有錯沒有錯 就拍一些 拍一些討好他們的他們的電影 讓他們覺得要不是我 誰也救不了你 其實那種的西方的價值觀的滲透 因為我們我們這一代在那個環境裡面長大 年輕的時候呢 沒有辦法去認識這個這一點 可是到了這年紀的時候呢 就越來越了解那些人在這幹嘛 而且那個那個是一個集體性 已經內化的犯罪結構 要非常的小心 全體貢獻 再還要講 你也知道 我還是不想要抗一點 我還是想要抗一點 我還是想要抗一點 你會記得